今天是4月15星期一 受到美股上周五急跌 及中东股市进一步紧张所影响 港股今天早市出现明显反复 先看看情况 恒指早市先低开234点 到16487 之后在追估下 一度低见16465点 相对上周五下跌了256点 亦创了4月新低 期后在A股反弹及维稳买盘 开始陆续扶持下 指数轻轻升到16636点 相对星期五下跌了85点 由于高台买盘也有强步 指数大部分时间都持续整固在波幅中 刚刚提到 今早指数最低见过16465点 即已经跌穿今月五日的低位 16480 简单说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今月指数最高是10日的17190 最低是今早的16465 形态上已再度扭转成为先高以后低 波幅有725点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很少同时出现在4个交易天资 我不管你先高后低或先低后高 反正就是很少同时出现在4个交易天资 加上725点波幅真的小 如果今月的波幅有1000到1200点 而股市先高后低形态不变 低位在哪裏? 你用计数机也计算到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的走势 今天曾经一度是进一步示弱 因为指数没错 已经一分钟走在10和20天线之下 但今早指数曾经一度跌穿100天线 距离50天线相差只有几十点 换句话来说 整个市场幸好有些维稳的卖本在扶持 否则在16500点流下 稍微有一两层反复 其实已经可以撞穿100和50天线 移动线方面我想说 10天线现在大概在16802点 而10天线在16718点 18天线在16496点 而50天线最低的移动线是16443点 简单说 一旦跌穿50天线 代表恒指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那一分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大家已经有答案了 不需要我再多说 今天是4月份的月中 本来在上星期三 至少见过17190 维稳的卖本是想做个势头 从而令到4月份的市场作进一步推升 虽然升幅度不会多 说了很多次 市场由头到尾 这一阵由1月22日开始升到现在 我都当是一个控市三期的反弹 我不觉得是牛市一期的开始 只不过反弹多些或高些 就拿到个高位给大家有个徒生门 但是突然间中东局势紧张 战乱也开始是贫乏 所以变了拿着钱想推上去的大户 或者是基金都留守了 在这样的环境 你强硬推上去你推不上 当然有些人说 A股就上回了 A股有国家队 香港有没有国家队 可能有些维稳的买盘 但是形态和技术上的走势 是完全两件事 4月份剩下的交易天 就很大程度 看看恒指能不能够 回到10天和10天线上 如果股市希望再度试回到 晚7天上 第一个条件 一定要回到10天和10天线上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大家对后市来说 不要有太大的冲击 香港经济现在是很不明的 转口皮弱 消费又疲弱 樓市又疲弱 换句话来说 包括旅游日也是疲弱 金融业更加不用说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怎可能发展牛市一期 中期的看法 还要看看大环境大气候 何时才能断定下来 所以过早断定牛市 从而将自己全部的资金 押注 放在市场上 是很危险的 好了 五次分析 我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小铃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 欢迎 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不吝点赞 rian 转发 转发 目 转发 目 至继续 转发 转发 转发